各位牧者同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新年快乐 欢迎你们收看这一期的合场快讯 当全球各地正在欢庆新的一年到来之时 乌克兰的百姓仍然深陷在战争攻击 生命遭受威胁迫害的挣扎中 在过去一年里 乌克兰的百姓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和伤痛 每天都必须承受着一次再一次的攻击 损失和生离死别 但人们却永远不会习惯这样的折磨 只会在心灵深处不断的被震慑 受惊吓 2023年1月14日 乌克兰城市蒂涅波罗 在俄罗斯所发动的导弹袭击中 公寓社区被摧毁 无辜的平民百姓或伤或死的 被压在楼房废墟之下 痛苦无助地发出哀嚎呼救声 目前正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 因着无情的战火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财产工作 亲戚朋友 并且在这寒冬中无法享有 宫殿 暖气 生活用水等基本的公用设施 有一些乌克兰的基督徒 在战争的初期 仍然能够凭着信心靠主站立得住 但是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11月15日 对乌克兰发动飞弹空袭 狂轰乌克兰大臣能源设施 造成乌克兰境内两座核电厂自动停机 空袭后 约有一千万名的乌克兰民众无电可用 导致无辜百姓在沿冬中没有暖气 并且长期生活在全然黑暗的环境中 如此的黑暗不仅是外在环境的黑暗 更是人们产生忧郁 担忧 焦虑 恐惧等负面的情绪 光照射黑暗 黑暗从没有胜过光 感谢神 透过我们在乌克兰的宣教伙伴 乌克兰福音神学院 在去年一年中 我们不断的来帮助他们 支持他们教职员以及神学生的生活费用 他们才有多余的心力 可以去帮助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平民百姓 来与他们谈话 来聆听这些百姓心中的苦毒 心中的伤痛 借着祷告将他们带到神面前 也透过祷告将神的爱带到他们中间 让他们心中的黑暗完全被驱散 若是你有感动 请您在这时候放下你手边正在进行的工作 为我们在乌克兰俄罗斯的肢体 平民百姓以及两个国家的在上掌权者来祷告 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耳人夸胜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审判要转向公义 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 谁肯为乌克兰起来攻击作恶的呢 谁肯为乌克兰站起来抵挡作孽的呢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乌克兰 乌克兰就住在寂静之中了 当他正说他失了脚 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了乌克兰 他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了他 就使乌克兰欢乐 但耶和华向来你做了乌克兰的高台 我们的神啊 你做了乌克兰投靠的磐石 愿战争早日终止 让从主而来的和平 重返临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医治恢复百姓受伤的心灵 让神的公义慈爱权柄 全然彰显 充满在全地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在这边我们再次也向您来呼吁 普世丰盛在几个项目上 包括热食餐饮的供应 支持乌克兰福音神学院的教职员 以及神学生 还有来帮助他们当地重建的工作 在这些项目上 您若是有感动 我们欢迎您跟我们联络 用祷告 用物资 用金钱 来支持我们远在乌克兰 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 今度羽贵地